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9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首先新闻一开始 先提供给您最新的停班停课讯息 明天台湾总共18个县市停班停课 不过北北基陶是正常上班上课的 停班停课的县市包括了台南市 高雄市 屏东县 嘉义县市 花莲县 台东县 云林县 台中市 南投县 彰化县 连江县 澎湖县 苗栗县 宜兰县 新竹县市 还有金门县 这是我们提供给您的最新消息 针对了小犬台风 它的路径 以及接下来它可能登陆的地方 还有后面的一些趋势 气象主播周又轩告诉我们 好 带你来关心最新的小犬台风的动向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雷达回波图 就可以发现到 其实从晚间开始 小犬台风的中心 就已经通过了绿岛还有蓝宇 所以在今天晚间 包含在蓝宇 刚刚已经吹起了14级的阵风 而且巨浪已经来到了7.4 而且除了它步步逼近之后 预估这个长浪还有阵风的情况 会越来越明显 随着它逐渐靠近了我们台湾的东部 这边海域来看 其实今天晚上 也就是未来24小时 将会是它影响我们台湾 最明显的时候 所以气象局已经针对了花莲台东还有屏东 发布了大豪雨特报 明天也不排除来到超大豪雨等级 而北部地区呢 虽然说桃园以北是没有列入在警戒的范围 但是其实它的外围环流还是会把雨带一波一波的扫入 所以包含在宜兰这个地方呢 今天也有降下超过200毫米的雨量 明天北部来说包含双北还有在宜兰都已经发布了豪雨特报 明天北部地区外出的时候也要把伞带着 因为呢明天也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降雨 那么呢明天的一整天的天气状况 我们就来看到 今天晚上开始东半部就会逐步感受到这个雨势 还有风力逐渐的出现了 到了明天一整天来说 其实呢整个降雨范围 东半部就会是降雨的热区 甚至有降下像这样子红到发紫的状况 也就是局部大豪雨的等级 甚至呢在南部地区 因为随着它逐渐的进入到台湾海峡南侧这时候呢 所以在明天的白天到下半天开始 南部也会逐渐感受到雨势慢慢的出现 到了礼拜四晚上礼拜五清晨 东半部雨势依旧是持续的 但是呢南部地区也要特别留意 外围环流还是会逐渐的影响 所以在总雨量的预测方面呢 宜兰花莲台东当然是降雨的主要的热区 花莲山区不排除来到800到1100毫米 台东也是如此 而在平地部分500到800毫米 北部还有中半中部地区呢 则是降雨比较少一些 但是南部地区在明天来说一整天 特别是从下半天开始 雨势也会跟着逐渐明显了 好继续还要请教佑轩 就是明天清晨登陆之后呢 这个警戒区呢 会是哪一些那么风雨的状况又是如何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小犬台风 在今天上午九点钟呢 是已经暴风圈接触到了 花莲还有台东的区域 目前最新的一报看到呢 海上警戒范围也就是在东半部 还有巴士海峡 台湾海峡以及东沙岛的部分 那么路上警报的区域呢 依旧是维持的 也就是宜兰花莲台东 恒川半岛 以及在整个新竹以南地区 都是被列为整个路上警戒区域 所以可以说几乎是半个台湾 都要特别的严加戒备了 只是相对于它的速度跟昨天来比 看起来是有比较放慢一些的 目前是以每小时10到12公里的速度 朝着台湾的方向来前进 而且呢 现在它的结构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扎实 维持在中台之资 只是说因为受到北方高压的影响 还有受到我们的护国神山 中央山脉的地形交互作用影响 看起来它的路径 现在是有略微的往南收一点点 所以呢 原本预估可能是在台东到 恒川的这个区间会登陆 目前看起来最快是在 明天上午的8点钟 会在恒川这个地方登陆 意思就代表说 它的路径是有略微的往南收一点 如果说它真的是从恒川这个方向来登陆的话 对于地形对它的影响破坏力就会比较小一些 如此一来的话 它在明天的下半天进入到了台湾海峡南侧 有可能还是维持在中台之资 那么大家也关心到最快何时会解除路上警报呢 当它明天下半天进入到了台湾海峡南侧之后呢 预估最快会是在礼拜五的时候就会解除路上警报 而在周六的时候有可能会解除海上警报 只是随着它逐渐的靠近 也要看未来它移动的速度 还有它的强度而定 当然整个警戒区的范围 也会随着它逐渐的出海之后 可能东半部会先解除路上警报 接着呢才会轮到南部地区 所以未来都还要再持续观测 小犬台风的最新动向 以上就是这节的气象资讯 好 花东地区现在是首当其冲的 光是花莲县预防性撤离的人数就高达了2800多人 另外在台东也有不少长辈看到红色晚霞 心就慌了 知道台风要来了 要撤村 随身药品一把抓赶快走 但在屏东满洲乡的村民 今年已经第四次撤村了 指控政府不作为 一群人还绑部条抗议 部落居民头绑白布条 站在家园不愿撤村 政府不作为 政府不作为 不要就是不要 这里是屏东满洲乡 每逢台风来袭就得预防性撤村 今年连续四次要撤村 去的又不是很舒服的地方 所以大家民怨就开始起来 然后大家就抱怨 政府竟然给了十年前给了希望 要这个部落签建 到一个可以安心居住的地方 成立新的部落 可是十年下来 只听到雷声 没看到下雨 小犬台风各地风大雨大 要撤村的布局这里 平年部落只要台风一来 一定会发生严重的灾情 所以他们一定都是 第一波被撤离的民众 他们都被撤离到 这个东东的社区活动中心这边 居民几乎都是长辈 根本不能带太多的 家当出门 抓了药就只能赶快撤离 华联东风社区活动中心 收容平顶部落的居民 因为平顶部落只要遇到台风 就会吐石流 居民听到台风要来 立刻收拾家当 但也担心家里头能否承受 这场暴雨侵袭 镜头转到台东 现在在路边可以看到像这样的吐石 这是大鸟村上次遇到 海窥台风冲刷下来的 而现在又得面临小犬台风来袭 对现在老人家一看到这个天色变红了 有这个红云红霞在出来 这台风就一定会到了 蛮慌了 拜你们的东西赶快准备好 台风撤村对行动不变的长辈来说成了一大负担 如果这次也撤就是第三次 先是杜苏瑞又是海魁 如今再来一只小犬 居民无奈 但为了安全还是怪怪配合 花莲玉立车站也因为台风调整半次 现在最后一班车已经抵达玉立车站 但它不会再往南开 也可以看到时刻表上是停驶的状况 因为就怕会影响到花莲到开东之间的铁路 一场台风影响的不止一个家 一个部落甚至是一个村 但保密要紧短时间的不方便和折腾 恐怕也只能暂时往肚里吞 Tvn撞不到 而继续就要带您来关心小犬台风 逐渐逼近入夜之后各地的状况了 开始出现零星降雨的是在墾丁大街这边 情况如何再交给记者优选 好主我们现在在墾丁大街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入夜之后 风雨确实有明显增强 不少在这个将近七八点的时候呢 就开始下起了一阵雨 而且雨室呢是忽大忽小的 不可以看到呢 肯定大街这边几乎有二分之一的店家都没有营业 而其中呢在摊贩的部分呢 也是只有开四家的情况 而稍早的时候我们有问摊商 他们怎么会再一次继续营业 他们只想是说 因为可能是说有台风放假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滞留的游客会在这里 所以他想说其他店家没开 可能生意还会好一点 但是呢直到傍晚八点多之后看到呢 其实游客没有想象多钟的多 所以呢他们还是决定说提早来打烊休息 而明天呢因为屏东这里也是呢 停止上班上课的情况 所以店家表示说呢 那明天营业的机会可能也不高了 所以明天如果有游客要来这边逛街的话呢 可能也会扑空 那以上是目前掌握到的情形 将时间还给口内 好受到小捲台风的影响 台中市区今天感受到强风威力 不只发生多起路数被强风吹倒 压到车子的意外 还有百货公司玻璃门被风吹破 交给记者红彩了 好这是台中星光三月百货公司 一楼面对台湾大道上这个进出口 晚间内侧的这一道玻璃门 疑似被强风吹破 一楼化妆品专柜区区 前方满地的碎玻璃 逛街人潮来来去去 幸好没有人受伤 画面中也看到百货公司的清洁人员 拿着吸尘器在吸地板 不过相关人员则解释 门坏了 面对台湾大道进出口这里 一共有两道门 怪的是 它是内侧的这一道玻璃门 疑似被强风吹破 反而外侧玻璃门没事 晚间台中市区感受到明显的强风吹 市区平均风力有八级左右 下午五点多 在北屯崇德路 行三国小对面 也有路数被风拦腰吹断 还压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 民众直击 救护车消防车赶来现场 但也因为树干横倒 不止汽车 连机车都被挡住了去路 也使得行三国小前 崇德路往文新路的方向 道路一度封闭 汽车停在路边 被这大树压毁 车主也赶来现场 他说才刚停好20分钟 环保洁人来处理了 然后再讲一些后续的问题 天灾地边那个没什么碎不碎 人没人给你赶紧 人员算嘛 要面对啊 车子看起来有受损 不过车主看得很开 说这是天灾 也没有办法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小明资讯 镜头交换棚内 好 再来看路牌 每天在户外风吹 日善雨林真的要随时养护 否则像今天小卷台风 才刚来而已 花莲载刮起九级强阵风 结果在球轮街跟华信街路口的一个指示牌 因为底部生锈 直接被吹到 砸到旁边的车 爱车好好停在停车场 怎么车窗玻璃破成这样 玻璃破了碎片掉满地 车身车尾好几道刮痕 凶手不是小偷砸车 而是这根路牌 整根直停停倒向停车场 查经路边草丛 标示牌微微弯曲变形 地点就在花莲美轮地区 球轮街与华信街交叉口 车主拿出保鲜膜加胶带 紧急贴补破窗 就怕台风来临 雨水灌进去 玻璃跟后面的保鲜杆 还有侧边的门 板筋都受损 对对 就一直下雨 指个生锈之后 就是风吹 就是直接倒这样子 中台小犬来袭 花莲市区一早吹起九级强阵风 路牌底座伸瘦 低挡不住瞬间强风 断裂倒地 砸毁一旁轿车 瞬间强阵风 真的不仅路数承受不住 就连固定好在地上的路牌 相关单位也得好好养护 目前花莲市公所外包厂商 赶紧派人负责修缮 他不敌枪风 而他则是直接被拦腰撞断 吉安厢南冰路一段的灯杆 下午两点半左右 饭店接驳客人的小巴士 失控打滑 爪上内侧分隔道 接着往外侧冲 直接撞断灯杆 最后冲进路旁的槟榔滩 导致43岁女员工手部挫伤 给我 我的小孩子送到院去 造波级的槟榔滩真的快吓傻 但撞击力道有点大 巴士驾驶一度受困在车内 下方人员利用破货器材 30分钟内协助脱困 脚步开放性骨折 紧急送医治疗 天宇路华真的得小心行驶 相关的管理单位 他们最新是已经来实施部分的路段 是预警性的封闭的 台东南徽公路金轮大桥 又别于九月海魁台风 摆出三角锥封路 结果全军覆没 这次搬出水泥护栏 扎扎实实 挡好挡满 防止民众误闯 也不怕三角锥满天飞 TBNS新闻高纸红 刘景元蔡新 于花莲台东采访报道 台风虽然没有直扑北台湾 可是强风 还是让双北市出现灾情 大桥区废弃三十多年的透天错 上午突然有铁床木条崩落 差一点就打到人 另外在民生社区则是有两起 路数倒塌 趁着伞走在巷子里 下一秒霍从天降 一堆杂物瞬间从上头往下掉 路人吓得赶紧倒退 差一点就被砸中 附近居民也赶紧出门查看 出了一大堆木条 甚至还有早已锈石的铁窗 住户说早就担心会出问题 但反应好几次都没用 我出入的话我都不敢从这里 我都是从另外一个巷子 就是我们家巷子出去 因为我知道这边 不知道哪时候会 会再东西掉落 住户说这几间废弃透天错 物龄超过50年 不只会有东西剥落 还有蚊虫滋生 早已经被建商买去 要都根 却迟迟没有动工 这回一次台风影响 风雨过大 铁窗差一点砸到人 只希望相关单位尽快处理 不过随着台风逼近 类似的意外不止一起 受到外温环流的影响 北台湾的风雨是持续的加剧当中 就有不少树倒的事件 尤其是在民生社区 就至少有两件 其中一件还差一点砸进民宅 工能处人员加快动作 把树枝一根一根锯断 就怕发生二次倒塌 真的会直接砸毁三楼 民宅的玻璃窗 除了台北新北市也有灾情 细致一名骑士天宇路滑半路自摔 仍及时站了起来 但机车往前滑行好几十公尺 撞上电杆车壳四散 弹到路中间转了好几圈才停下来 路过民众赶紧协助骑士把车移到路边 最后骑士是直接骑走 没有报案 幸好没有波及到其他七级车 巴黎也有耗质感被强风吹断 虽然台风没有笼罩北台湾 但威力还是让双北居民相当有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不容易做好的外送餐点要送出时 却被系统自动取消 业者好无奈 原来是因为台东在今天中午过后 就放半天的台风架 法规规定外送员台风天禁止外送 拿着喷枪 忙着把烧肉烤得香喷喷 因为外送订单一张一张不断涌进 好不容易备好餐 想要请外送员来领 结果却显示 两张订单直接被取消 外送人都已经在外面等了 但看着热腾腾的便当就在眼前 也不知道要不要帮忙送 因为本来还可以送过去的话再取消 可是他们还没送就被取消了 所以他们也没有钻到外送盒 小陈台风路景范围内的台东线 4号下午放了半天的台风架 不过因为政府规定台风天不能外送 如果违反外送平台业者将会遭触 新台币三万元到十万元的法环 因此就算是早上接的单到了中午 还是会被系统自动取消 两三张大概一千多块 就怕挨罚这些餐店业者恐怕 只好自己吞下肚 速食店店门口大排长龙 但旁边有些餐厅的铁门已经拉了下来 民众就怕吃不到东西 赶紧在下午放假之前出门觅食 应该是昨天就有公告说下午休息 所以大家都知道了 新店者很多吗 超过五到十分钟 这一次呢 这次大概二十到三十分钟 虽然没了外送服务 民众可以自己出门买东西 不过却因为放半天的政策 打乱民众及外送人的行程 也让店家好无奈 没人领的餐点只能自行吸收 TVBS新闻留警员庄凯玉兰 听营台东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